那麼我們現在開始一個新的主題,就是聖靈充滿和聖靈充滿 怎樣在聖靈充滿之中運作,帶來我們的生命的祝福 那麼我們就一個新的主題,我已經傳了資料給你,都幾長的 所以呢,這個主題真的可能,我不知道講多久,在我們討論吧 那麼我們一開始,這次就會講到第一件事,就是關於聖靈的不同的名詞 我們去分辨,那因為時間關係,我不是全部,我都放了經文在這裏 因為如果,就是我其實在整個這個這次的過程,有些實際的東西 有些,我就不用那麼多經文去支持,要不然我們就看得很長時間 那麼我們講到分辨這些名詞,第一就是淑靈生命和聖靈內住 這個其實都是,意思是類似的,那有淑靈生命 就是說,已經個人開始,已經是得救了,重生了 那麼他就有淑靈的生命了 那有聖靈的內住,正經有講呢,凡被聖靈引導的 都是神的兒子了,就是說,凡是有聖靈住在心中 會有聖靈感動,感動他改變 他又有回應聖靈的,每個人的回應程度是不同的 他有回應聖靈的,就證明他是有聖靈的內住 就是這個是得救的表現 那曾經有些靈恩的人呢,他就說有些人沒有講方言 你們不得救,那這個是真的不合乎聖經的 但是如果說沒有聖靈內住,不得救,這個是真的 就是如果他完全不靈,不過我們很難判斷一個人是完全不靈 是沒有聖靈的內住,那我們就不是去判斷人 不過我們知道一個真正得救的人,他必定有聖靈的內住 還有有聖靈的果子了,那下一樣就是聖靈的果子 這個在《加勒太書文章》22到23節的聖靈所結的果子 就是人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那就是講到有聖靈內住的人呢,就會有生命的改變 那這些名詞都是大家熟悉的,不過講到聖靈 我就把所有的名詞都說出來,那這樣呢 那接著就是聖靈觸摸或者經歷聖靈,那有很多人呢 就將這個和聖靈充滿,就混亂了,那我什麼意思呢 就是有些人呢,參加一個聖會啦,那經歷聖靈很大的能力啊 很感動啊,很大的愛啊,或者經歷身體的經歷啊 就是譬如感覺到神的能力進入啊,或者整個人立刻軟了 就是掉在地上,那首先我想說呢,只是能力而掉在地上 不是一定代表是聖靈的,因為呢,有一件事情我想解釋一下 就是,邪靈都是來自神的,是墮落的天使 他們本來是天使是聖結的,但是呢,犯罪之後呢,就變成了邪靈 那變成邪靈之後呢,他就失去了神的聖結 慈愛啊,光明啊,這些的質素 但是他有些質素仍然保持的,他一樣呢,會影響人的身體 因為聖靈是會影響人的身體的,那我們遲些 其中有一個主題就是講到這件事情的 就是在聖靈強烈臨在的時候呢 人是可以經歷到身體,跌倒啦,聖經有一個講到有人是跌倒啦 那所以沒有這麼強的時候,他可能會感覺能力 或者搖動啦,那這個都是有聖經的根據 但是只是根據這個身體會移動,這件事情我們不可以斷定 他一定是聖靈的,因為邪靈都可以有同樣的 帶來的影響,那原因為什麼呢,因為邪靈都是來自神 神創造的,神創造天線,然後跌倒那邊就斜了 那麼他失去了神的恩典之後呢,他不代表他是沒有了這些原本的質素 所以他依然是會影響人的身體,一樣呢,又可以透過按手傳遞的 聖靈可以透過按手傳遞,傳遞不代表他以後都保持 就是在那一陣傳遞,有些人呢,他參加聚會 他經歷到聖靈的臨在,但是他沒有保持的時候呢,那就是一下子的傳遞 就不是一個長久的傳遞的,那所以我們說到呢,就是說 聖靈和邪靈的工作有類似的地方,但是有很不相同的地方 類似的地方呢,就是都會影響身體啊,可以透過接觸傳遞啊 就是異教都有的,他們透過按手,那些邪靈可以入侵他們裡面的 那麼就,但是那個分別在哪裡呢,分別就是聖靈的更新人 叫人愛主的,遵從神的,離開罪的 而邪靈呢,那些有邪靈的人呢,很明顯的,他們的見證都是這樣的 那些邪靈呢,搞要他們呢,令到他們睡覺,睡不到啦,每一個人情緒不疼啦 那令到他們呢,有些呢,就是情緒失控啦,經常聽到一些聲音叫他自殺啦 經常都有一些負面的聲音啊,那這些呢,就是邪靈的工作啊 邪靈臨到人身上,不會叫他更加愛主的,那這一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因為呢,我想說呢,在網上有一個牧師呢,和他的群體呢 他就,定義了,凡是有這些聖靈的,動的,就是邪靈的 那呢,這個牧師我和他溝通很多,但是他始終不回答我的問題 那我跟他說什麼呢,我說呢,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呢,我是充滿對神的愛 我是充滿對神的感激,全心跟從神,完全沒有任何騷擾我親近神 反而我是專注很多,還有呢,是全心遵從神,走完神的路 是沒有任何一樣是好的東西的,是整個人的生命完全的毀身的 我說,在這裏怎樣看得出是邪靈呢,那我們呢,譬如為那些人祈禱 有些有邪靈的那些,譬如在聖靈的聚會,他們就說所有靈恩聚會裏面的 都是邪靈,就是全部都是邪靈運作 那,就是我們跟他說,如果這些人全部是邪靈運作呢 其實我們都有,接觸一些人是有邪靈的,就是在邪靈中運作的人 那他級數越高呢,反而他越容易邪靈彰顯的 就是譬如道士啊,那些很強烈,有邪靈工作的人呢 他們呢,是會,我們一期到他頂不住的 他們那個邪靈強烈的程度呢,很強的時候呢,不代表他能夠保護他的 是,是令到他們呢,是完全是,就是沒有辦法在奉耶穌命說話啊 他不能夠呢,就是我們叫他講講奉耶穌命,他講不到的 他不能夠稱讚耶穌的,但是我們四年充滿的人 我們稱讚耶穌是越來越平安喜樂開心的 是,是充滿動力的,我們一路讚美神 完全沒有任何負面的經歷,我說這些為什麼會是邪靈的 還有我就跟他說,如果你說這些是邪靈的,那不如你找多少個牧師都好啊 你呢,就,你試在我身上看,講不講得出邪靈的 但是他又不肯,就是他只是在網上定性了 那我也用經文去回答,但是他就不肯去回應 我們面對面有聊天的,其實他有講過關於我的生命 他說,我覺得你真是很新的 就是你都幾投入,我說,是的,我很投入的 但是他始終覺得,我是有邪靈的 那這個,真是說,就是網上溝通,他不肯回應了 那,對於四年工作呢,有幾種看法的 一種呢,就是說,接受這個四年工作啦 就看到他的果子啦,那第二種呢,就是 很多中派都是這樣的,他承認是四年工作 不過他就說,我不走這條路 就是我們那時候,我們看傳統的中派 他們都承認這個四年工作,不過呢,他們就不走這條路 他覺得可以走另一條路的,不過根據聖經 聖經說,聖經說呢,神說我在末頭的日子 我要將我靈挑冠凡有血氣的 就是神是想挑冠凡是有血氣的人 所有信耶穌的人,神都想將聖靈充滿他 就是神的心意,不是有另一條路的 就是有些人以為,信耶穌之後呢 有些就走聖靈充滿的路,有些就不走 那我就不怕,那其實這個是神 不是想我們這樣的 好了,那我回到這個,原本我講的就是 這個經歷聖靈,被聖靈捉我 和聖靈充滿是不同的 那意思是什麼呢? 譬如有人參加一些聖靈聚會 跟著呢,他很感動,很經歷愛,很經歷能力 但是呢,他聽話,他沒有跟著,保持了 其實呢,保持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首先,聖靈充滿是一個高度的和神的關係 不是一樣,不是一樣容易保持的東西 是一樣高度的和神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就是好像我們看到聖經裡面講的那些人 那些人,摩西啊,薩姆爾啊,大衛啊,保羅啊,彼得啊 那些,他們都是很毀身的人 他才可以持續被聖靈充滿的 所以我們就不要以為呢,經歷過一刻呢 就是聖靈充滿了,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分清就是他被聖靈捉我 但是我們當然有經歷聖靈的時候 我們可以跟他說的 你所經歷的,你覺得好不好呢? 你覺得對你有沒有幫助呢? 你有沒有覺得呢?譬如你感動啊 你覺得這些是不是人的工作 還是神的工作呢? 那麽去幫他,去感激神 那麽你這樣經歷 你想不想神繼續祝福你啊? 繼續給神改變啊? 那麽在這裏的經文呢 就有聖靈祝和兒子聽神話呢 就是三女記上十章十節 蘇羅到尼那山有一班先知如見他 神的靈大大感動他 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說話 那這個受感說話原來是說語言的 那麽就是蘇羅去到一班先知 那班先知後來在薩姆爾記上第十九章呢 就講到是薩姆爾監管他們 所以這班是薩姆爾的先知門徒來的 是他的門徒來的 那麽他們呢就在這裏親近神很長時間 所以這個薩姆爾記上十章和十九章呢 是記載薩姆爾去聚集一班人 長時間的親近神 然後呢有神強烈的存在 這個就是一個在舊約裏面的例子來的 那這裏講到蘇羅呢 就在先知中受感說話 或者說語言 那然後呢 其實他其實起初的時候 他是經歷過聖靈 不過他沒有保持 所以這個就是被聖靈觸摸 或者是經歷聖靈 那然後呢就是聖靈更生了 臨後四章十六節 所以我們不喪膽外啟雖然毀壞 內心卻一天生似一天 就是每一日被神去更生改變 這個就是聖靈的工作 但是有些人呢 他經歷聖靈可以不繼續更生都有的 就是聖靈充滿和聖靈更生是兩回事來的 有時候呢 似乎不是一定是一起的 那我想說是什麼呢 有些人經歷聖靈的 他在當時來說是很大的更生 不過呢 他呢就 有時候他為了錢啊 為了名譽啊 為了其他的原因啊 那他呢就 就是他很想去做一些聖靈的聚會啊 或者為人祈禱啊 但是這個過程呢 他就沒有一個好的聖靈的教導 就變了呢 那些人呢 就是幫那些人啊 那時候呢 他為了要有強烈的果效呢 或者能夠有很高的入息呢 他就會轉移了去封聖神學啊 還有去控制那些人啊 都有很多呢 是經歷過聖靈工作的人呢 是很控制性的 其實聖靈充滿是可以帶給一個人很大的更生的 但是有很多人就沒有這樣更生的 但是也都有很多人更生的 那我想說呢 其實全世界的數目 因為很多人呢 就 譬如我們這裡很多都是香港呢 就覺得呢 聖靈教會是少於傳統教會的 那這個在香港是是的 不過呢 在全世界呢 是參加聖靈教會的人呢 那這個數目是遠比全國教會的人多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有很多地方呢 聖靈工作是很強烈的 帶來很多醫治啊 譬如在非洲啊 南美啊那些呢 是很多人經歷聖靈的 在南韓啊 就是他們那些教會呢 都是經歷聖靈為主的 那所以在那些地方呢 聖靈的工作是很強的 那我們就看到呢 其實就是不要以為主流是傳統教會 其實主流是聖靈的教會 不過呢 在香港 還有一些比較先進的地方呢 有時候呢 就會主流是傳統教會 因為先進的地方的人比較 勤促一些的 他們不是這麼 就是這麼願意全面性的去 就是好像經歷聖靈的時候 有時候都會幾 有些人來說 覺得比較 就是特意啊 譬如我曾經宣教 那些人經歷聖靈的能力 有些我都沒有按手 我就這樣一地圖 他們立刻就移結在地上 而這個地上呢 是很多泥 但是它一點都不介意啊 一點都不介意 那它呢 就在那個泥那裏呢 滾來滾去都不介意 那這裡呢 我們真的看到 他們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它被聖靈感動 那有些人就說 為什麼聖靈會這樣做這樣的事情呢 那其實有時候是 加上人那個興奮 就是那個人呢 很興奮 或者他內心裡面 有些重淡釋放 所以他呢 就會大叫大哭啊 那有時候有些是人造成的 就是譬如他自己滾 聖靈一定叫他滾的 他可以不滾的 不過他呢 就很興奮 又滾 有些人大叫啊 不是一定聖靈叫他大叫 是他自己很興奮 所以他叫 有些人跑啊 就是不是一定 聖靈臨去 是有這些的彰顯 是 最常有的呢 就是 那個身軟了 會跌下去 這個是最常見的 或者是搖動啦 搖動可以說是最常見的 那 所以呢 聖靈那個彰顯 有時候呢 就是 有些人 因為他們很想放一些 那他們 有很多壓抑啊 那他們就會乘機 在這個時候呢 就很放 那令到有些人呢 就對於聖靈工作呢 就不太接受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這樣 那但是很重要就是 我們第四點就是 聖靈更生 就是 那些人討神喜悅呢 是 他經歷聖靈之後 他保持聖靈充滿 保持跟神的密切關係 聖靈充滿 我們下次再講的了 聖靈充滿就是說呢 是跟神有高度的關係 也是高度的處理生命 跟神有很密切關係 真是很聽神話的人 這些才是真正的聖靈充滿的 那有些人呢 他有聖靈的能力 但是他是很高度被神更生 但是依然呢 神是沒有將他們的恩切 和能力拿走的 就是有很多情況呢 神沒有將那個能力拿走 不代表他們做的事是對的 是的而且確有些做法呢 是有些控制性呢 有些我真的覺得是 他失了這個神更生人的心態 OK 好 我們今天呢 就講到這裡 給大家問一下問題先 因為呢 可能大家都有些問題 那我們去回應一下這些問題先 然後我們明天再繼續討論其他 那些要點 大家都可以看定我給你的資料 有些問題你可以先問我 嗯 牧師我想問呢 有一次我為人祈禱的時候呢 那個姐妹呢 就說感覺到我有電流流出 但是我就沒有感覺的 但是我為我老公祈禱的時候 她又不會感覺到有電流流出 那我就在想 咦 是不是跟那個人本身 渴求聖靈有關的呢 就是是不是 被祈禱那個人 越渴求聖靈呢 他就會越 就是 感覺到 有這個能力流向去到呢 是不是這樣 是啊 其實呢 有一個因素呢 就是那個人 渴求聖靈 和靈開放 和一個單純的心 其實這些因素都是 都是一些 就是 一些 原因影響人 能否經歷到靈力 那 我再說一次 就是說那個心學不好 還有單純 因為那些人呢 他很 記住 就是 不知道怎樣經歷啊 會不會很醜怪啊 就是會這樣想的時候 他是很難經歷 這個心放的 就是不能夠全心 盡心盡盡盡 盡意盡愛主 他的神 只是在那裡 看一下看一下有什麼發生 好了 這是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呢就是 的確 每一個人感受到聖靈是不同的 有些人是很敏感 有些人是很不敏感的 那我經歷過有人呢 他本身 他本身是感覺不好的 不過他為人祈禱 那些人就會經歷 就是有些這樣的情況 是 我不止一個人是這樣的 並且有一個是很強烈的 性的 因素的 他為人祈禱呢 那些人真的是經歷的 但是他本身 是 沒有什麼經歷的 那這個真的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有時候呢 我們不要說了 你沒有感覺一定是 聖靈充滿 我們只是說 你越親近神 你越經歷多 無論你經歷什麼都好 都是好的 那你就算你沒有經歷 你多愛無神 神都是與你更強烈的同在 這個很重要的 其實很多人所說的 聖靈充滿就是 用的量度方法 就是身體的經歷和感受 這樣東西未必是全然準確的 因為有時候人是會感覺不到 而他是真的有強烈的性能的 那什麼時候可以測試到呢 就是他為人祈禱的時候 那個人有的反應 那個經歷 那而 和不同人呢 是很明顯有分別的 就是我知過有些人真是 容易經歷性到不得了的 有些是很難經歷的 但是又不是一定代表那些很難 就是應該說很難感受到身體上 經歷性的人 代表他一定沒有經歷的 這個是 所以我們要 就是不要有一個判斷的心 有沒有回答到你 明白 都有的 有 謝謝 OK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有些呢 其實這個材料看到 譬如怎樣被聖年充滿 聖年充滿 聖年充滿有些什麼益處 那些呢 我就已經在那個文件裡寫完 那些我將來才會回答的 但是如果在這一陣子 因為我剛才也有講到 有其中一個牧師 他在網上就不斷發放影件 不是他呢 是開一些聖年充滿 都是攻擊聖年充滿 就說這些呢 就惹來邪靈 但是我要講一講他 他有什麼根據 他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有些人真是有邪靈的本身 他就去了聖年的聖會 去聖年聖會的時候呢 聖年會將那些邪靈彰顯出來的 為什麼這個神的同在強烈呢 當那些人責罵神的時候 邪靈就會彰顯 我自己都有過這些的 遇到這些情況 就是怎麼樣呢 在傳統教會 那些教友是很 每個禮拜上教堂是沒有東西的 那然後呢 牧師又請我去教會帶領聖會 那這個人在聖會是沒有東西的 但是來到我們的聖會 可以跟祈禱 他立刻整個人硬了 並在那裡喊 那我就知道他有邪靈 我又看著他眼 每天都沒有趕著他裡面的邪靈 他立刻很大聲 但是很明顯是有邪靈在裡面 但是他在一個傳統的聖會 而那個聖會呢 那個讚美唱詩歌是很短的 就是那個時間很短的 也都有一些詩歌不是直接對神的 詩歌有些是對神的 主我僅靠你 神良我敬拜你 這些就是直接向神的 有很多詩歌是講一些客觀的真理 譬如 譬如耶穌是我恩友 這個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或者耶穌的德性 那些是客觀的事實 那客觀的事實的詩歌 都可以幫人聽人神 不過問題就是那個人本身 他懂不懂得用那個力去安復 而領敬拜的是很重要 我們帶領人 不要只是唱詩歌 是整個心靈 喜悅神 感激神 倚靠神 抓住神 這樣的時候呢 那些人就經歷了 那他因為在聖會裡面 唱詩歌的討告都是很短的 而且是斷開的 隔開隔開的 所以他們有邪靈也好 那些他們不會顯露出來 那然後呢 去到聖靈聚會就顯露了 因為聖靈聚會一直很長時間 讚美神 整個聚會神的同事強烈 那他們就有 就是有邪靈有邪靈 但是呢 他們又沒有找人幫忙 或者找人幫忙 那個人又沒有長時間跟進他 幫他清理了邪靈 那他就回到家裡 然後有邪靈 他就以為是那個聚會者回來 他就找這個牧師 因為這個牧師在網上都有講這件事的 就是說我跟他講邪靈 測試邪靈 那他就下個結論 你去了寧恩聚會 所以讚美邪靈 但是我就說 我們的教授你都可以去測試 但是他又不行了 我們教授你可以去測試 看看他們是不是身上有邪靈 我們聚會應該經常在這裏 尤其是牧師如果真的邪靈充滿 應該我們都不能夠長時間讚美神 但是我們看到在寧恩聚會 他們投入讚美是非常之高度的 也都是悔改有很多寧恩聚會 都會叫那些人悔改 零開罪 信靠耶穌的救恩 都是有做這些的 但是完全沒有任何邪靈的彰影 所以為什麼他們有這個根據 是這個方法 就是他們以為那些人有邪靈 就在那個聚會遺回來 那我都告訴他們 我們這個聚會不是每個都有這些彰影 是有少數人有的 因為它裡面的邪靈還沒清理到 OK 好 我先解釋到一個 就是這個現象 有時候有些人 為什麼他們說他在聚會遺回來呢 就因為他 就是聖章那些 整個彰影出來 我自己呢 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教友跟我講 更加很清楚說出這件事情 那麼他呢 就是一個聖靈的聚會 去到 他說我一進去就不舒服 一進去就很辛苦 出回來就舒服 就沒事了 一進去就很辛苦 那他說我覺得我裡面有邪靈 那我當時 為什麼你不在聚會那裡 聚會那些人不在聚會那裡 那時候我剛剛經歷完之後 跟著他跟我說 那我完全是沒有經驗的 那他跟我說之後 他說我害怕 很害怕出去這樣 因為他人很收斂 他不敢敢出去 那結果我就 就是第一次跟他講邪靈 那他發覺真的有些事情在他身上走出去 這個就是 就是很明顯的 就是他入到聚會他馬上覺得不舒服 但是出來就沒事了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就想問嗎 如果沒有的時候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大家用一個感激神的心 歡喜神的心 很喜歡神 喜悅神 你都可以經歷到聖會更多的 你可以站起來的 你可以站起來放鬆一個人 我就去祈禱一會兒 也都有一個祈禱 因為我記得在那個群島裡傳給你們 你們可以拿來跟著祈禱 可以站在那裡跟著 為什麼站在那裡呢 因為聖經有講到 有些人 你在我的文章 全的文章都有看到的 就是有些人 看到耶穌就會跌倒 那有些人說 他看到耶穌 你又不是耶穌 我們當然不是耶穌 但是我們有耶穌的存在 所以有些人都會跌倒 有時候是按手 有時候是沒有按手 他們都會跌倒 他整個人都軟了 這個是靈體的能力 就在他身上 已經有些人 他說你又不是跌倒 好了 那麼 神強烈同在人會跌倒 那沒有這麼強烈 你跌倒就只是躍動 身體會躍動 所以呢 我們站在那裡的時候 會更加感受到身體躍動 如果你在祈禱的時候 你發覺投入 身體會躍動 在祈禱的時候 親近 你有時候你擔心有些人說 因為有很多人說 你忍住你 你祈禱的是邪靈離 我又覺得很離譜 那麼我就會跟這些人說 OK 你為了幫自己清楚了 那你就這樣說 你說奉創造天地的天父的名 奉拯救世人的耶穌基督的名 奉天父聖父聖子差遣的聖靈的名 我們做親近的神 這樣很清楚了 不是其他的神 不是其他的人 是創造天地的真神 拯救世人的耶穌基督 在聖徒聖子所差遣的聖靈的名 來做親近神 那也都在過程中 一路呢 求耶穌謝免我們的罪 感激耶穌 愛慕神 沒有理由邪靈先 那個耶穌來的嘛 但是他們呢 就不是了 他說呢 你呢 恩主呢 你太投入了 有時候他說賭空 其實呢 我都不鼓勵 不鼓勵人賭空的 我會說 你專心想耶穌 愛耶穌 這個不是賭空 賭空的意思 其實是什麼都不敢 你專心愛耶穌 都不一定要句句話說出來 都一樣是親近神的 就是不一定要 要說話才是祈禱的 心靈裡面 愛慕神都是祈禱的 我自己是 也都很明顯看到 心靈愛慕神就是那個 神的動作和能力 因為我曾經帶領著他 有些人是特別敏感性的 那有時候呢 我都沒有說話 我心也都沒有說話 我只是在那裡 愛慕神 心愛慕神 他立刻會感受到能力 立刻會跌倒 或者立刻有一種能力 拱到他那裡 這樣 那這些都是 就是我們很明顯看到 聖靈的能力 是當我們的心愛慕神 慕慕神的時候 更加強力的能力 而站在那裡 人仔就不會那麼容易 睡著 分心 會放鬆的人 所以更加容易感受到 聖靈的搖動 這個搖動可以用一個方法 我用一個英文字 是file feedback 意思是什麼呢 file feedback 這個東西就是 科學界有用的 譬如有些人幫他安靜 他就把電極放在他的頭上 叫他放鬆放鬆放鬆 他看到那個電極 那些針 它連起一個機器 他就會那些針一直會動 就是你越放鬆 是會動到一邊 是放鬆到一邊 那你就看到 就是我們心靈的東西 是會影響身體的 那同樣呢 當我們親近神 你會發覺越親近神 那個力越大的 越重的力越大 或者你裡面感覺到平安 舒服越大 或者裡面感覺到有電力 或者能力是越大 那你就是做得對 就是你越是奉耶穌命 有些人說 怕著不是聖靈 那很簡單 你就奉耶穌命 你一擔心 你就奉 成為肉身 降生為我們死的 耶穌基督的命 所有邪靈要離開 因為有些人說 耶穌這個名字有些人都有的 耶穌這個名字有些人都有的 我們就奉那位 拯救世人為世人釘十字架 從死裡復活的耶穌的名字 所有邪靈都要離開 這樣的時候 邪靈是一定會反應的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 我們知道不是聖靈的 是聖靈的 OK 那大家可以站起來 放鬆的人 越投入 你發覺可能那個力量越大的 那這個祈禱你可以 就是 我錄音給你 你可以用來這麼用 專注祈禱 也都可以 你一邊煮飯 擦牙 洗臉 都可以一邊過著 一邊的心態 都可以的 有些時候就完全專注 有些時候可以在做其他事情 但是同時你都在那裡感激 我們都可以學習 在做其他事情 坐車啊 走啊 洗碗啊 都一邊感激 都可以的 OK 我們現在祈禱一下 親近一點 親一個顛覆 我們多謝你 多謝你 因為你很愛我們 你猜獻耶穌基督 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 拯救我們 我們感激你 求主耶穌 射滅我們一切的罪 我們真心悔改 求耶穌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將永生賜給我們 主耶穌有你 真是非常好的 神你就將你的義父賜給我們 叫我們成為你的兒女 有聖人的來住 我們歡迎主耶穌 歡迎聖父聖子聖靈 臨在我們身上 感動我們 激勵我們的生命 多謝創造天理盟的真神 為世人釘十字架的主耶穌基督 是聖徒聖子所提醒的聖 我們奉你的名寶寶 我們歡迎你 我們多謝你 讚你 感謝你 我們歡迎你 主啊 我們緊緊的依靠你 親近你 主我緊靠你 主我緊靠你 盡我心 以我力 主我緊靠你 以愛感觸我心 將我緊擁抱 我只歸你 屬於你 我只歸你 只歸你 主啊 我們緊緊的依靠你 我們觸實你 我們歡喜你 我們欣賞你 我們需要你 多謝天父 天父你真好啊 天父你真好啊 神啊你的名 是配受最高的讚你 我們願意來感激你 你創造物非常奇妙 你為我們預備天堂 新天生的極大的恩典 你為我們預備天堂 新天生的極大的恩典 我們專心仰慌你 感激你 歡喜你 求主卸臉我們一切的罪 拿走我們所有的 爛了神的工作 所有我們心裏面的罪 我們的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擔心憂慮 願恨不如恕 祝求主耶穌射臉 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幫我們全心愛你 感激你 讚美你 多謝耶穌 耶穌必定喜悅的 當我們親近你 你一定親近我們 你就叫我們結出果子的 求主更新我們 歡迎耶穌 求主的聖靈 祝我我們的心 感動我們去愛你這麼多 感動我們去親近你 依靠你 尊崇你 尊你為聖 尊你為大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榮耀眾讚歸給天父 我們全心感謝你 全心讚美你 我們歡喜你 我們喜悅你 我們以神為樂 神你就將我們心裏所求的賜給我們 我們以神為樂 神就叫我們成家地的高處 我們感謝你 因為你有很多寶貴的應許 我們就觸實你的應許 我們全心愛你 我們專心愛你 多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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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感謝耶穌 耶穌 榮耀眾讚歸給天父 我們歡喜你 我們感謝你 我們願意聽你說 願意給你使用 求主的聖靈 豐滿我們更新 我們使用 我們致給我們聖靈的能力 為恩賜 讓我們更有效 呼吸 更新人的生命 多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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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你能夠感受 如果有的 你可以開聲 譬如你心靈 有沒有覺得平安輕省 身體有沒有覺得舒服 輕鬆 身體有沒有覺得 遙動 你可以有的 都可以說出來的 讓大家都知道 精靈牌 可以經歷到 感受到 OK 有沒有想說 耶穌師 我有身體搖動 到左邊 往右邊 右邊 往左邊 手動 這樣 是 那你的內心是怎樣 我們形容的時候 除了身體 我們都形容內心是怎樣 怎麼樣 利身 舒服 平安 好 還有沒有人想分享 那我也希望大家多多去聽人 讓我們更新 好 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